Wi-Fi灯接上电 接上电了之后灯会亮 系统灯会慢闪 好我们现在通过手机来临接这个设备 打开设置 手机上的设置 Wi-Fi设置 选中Minlight 3.0 F57D32 特别这个的话是随机产生的一个编码 我们临接上这个热点 好 临接好了 我们回到打开APP 然后顶级射锁 就把设备射出来了 我们手机直接连接这个灯 可以控制它了 我们顶级进去 控制Wi-Fi小线灯 开 关 开 关 开 好 我们现在是可以控制它了 这就是直0的 然后我们现在怎么配路由呢 我就来讲解一下那个SmartLink配路由的 远程控制 配了路由之后呢就可以远程控制它了 因为它跟路由器 零服务器就已经配到服务器上面去了 就可以远程控制了 然后我们新零 新零扇自家的Wi-Fi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自己的Wi-Fi 连向连向了我们自己的Wi-Fi 好 OK 连好了 我们在设备这个地方 有一个 SRT键 短按一致 当 系统灯慢闪 Link灯快闪的时候 就是SmartLink模式 好 我们打开APP 点击这个加号 SmartLink SSID密码 我们把密码输进去 有两个外观 另外一种是方形的 这个是圆形小夜灯 APP要共用 好 密码输进去了之后 我们点击开始配置 请耐心等待 大概十几秒钟的样子 好 显示成功 配对成功 你就OK 返回 现在就可以 现在这是 因为我们临阶的是 我们自己的Wi-Fi 临阶我们自己的Wi-Fi的话 就是属于一个局域网的控制 所以这是局域网的控制 我们试着尝试着控制一下 那我们现在的话 临的是我们的 小米的路由器的Wi-Fi 是这样子的 好 我切换到4G来控制它 我们把Wi-Fi关掉 4G数据打开 现在是地球状态 就表示可以远程控制了 不管你走到任何地方 只要有网络的地方 都可以控制它 4G网 用4G网络控制 现在我们尝试一下 控制一下 这个是我们里面的遥控器 都在里面